7月1日,當國安法正式實施之後,即時就已經執法了 市民拿著標語、貼紙、喊口號 這些都可以危害國家安全的話,其實是一個很荒謬 荒謬 我們之前說光時,究竟是否令我們顛覆香港政權和中央政權呢? 我覺得只會 如果他問什麼叫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是否讓一些人去重奪一些政權 令到我們中央不可以管理我們香港 為什麼我們有國安法呢?7月1日的時候,為什麼會有國安法呢? 其實大家都要想回去年的問題 去年我們是經歷了8個月的黑暴 很多市民的財產、公司、地鐵站被人破壞 大家都是屆屆在目 所以我們為什麼需要有國安法呢? 大家其實心知肚明,大家也清晰理解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需要這條法例 需要我們國安法,令到我們怎樣止暴制亂 令到我們怎樣回歸正軌 我們看到其實國安法生效之後 市面上,客觀上真的平靜了 市民關心些什麼呢? 我們的飯碗,經濟怎樣可以復甦? 過往幾個月,由去年6月一直到12月,黑暴 接著我們有我們疫情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沒有可能大家的生活不能夠回復正常 所以現在我們希望疫情可以控制到 加上如果我們可以控制到黑暴 我想市民才有個安心的生活 市民之後 市民在日光學校 市民是未來的